猜得很准 喂 你好 谢谢 是你们吗 是我们呀 请讲 是这样的 就是我 我前两天把我最好的两个朋友拉黑了 但是呢 我就 就是我觉得是冲动使然 然后我就想跟他们和好 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为什么把他们拉黑呢 就是我们 就是玩得特别好嘛 大学的时候 然后我们前段时间就约好一起去旅行 但是好巧不好巧呢 这个时候呢 我的一个实习就面试成功了 但是呢 我又不好拒绝他们 我就浅浅跟他们说了一下 能不能就是等我实习完了之后 我们去旅行 然后他们当时也没有怎么回我 就前两天我翻朋友圈 然后我看到他们俩 发了去旅行的朋友圈 然后我就整个一个大无语 我很生气 然后我就一冲动 就把他们直接拉黑了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跟他们聊清楚的 就是哪怕最后就是说 因为爸爸 人家两个去旅游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就是本来是说好的 但他们两个去旅游没有跟我说 你不说你不去吗 就很生气 你是希望大家 我没有说我不去 我说对 但他俩没有回应 他们只是遵守了你们本来的计划 咋说呢 那我也能理解你 就是我说能不能六月份再去 他俩就无视你的这个请求了 对吧 对啊 他也没有回应 然后他们俩出去玩也没有问你去不去 对吧 是的 然后我就直接在朋友圈知道这件事情了 就很生气 其实挺伤心的 因为我找到工作 我试图跟你们两个协调 说能不能赶到六月 然后结果两两个没理我 直接自己就去了 完全没理吗 就是没有说好 也没有说不好 就说哦 你去吧 就是 但我觉得他俩没有尊重你 但可能人家那边还在想说 我们早就订好这个事了 你今天忽然这样 你一点不拿我们的友情放在地位 好 那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讨论的 是友情比较重要 还是工作比较重要 嗯 这不是存在一个这个问题吗 是 就是我现在确实有点拉不下 好 会找到个失忆工作 我也不能说我去旅游 是 那就接受不去旅游这件事吧 但是 那如果他 如果他俩说 那我俩先去了 你能接受吗 这我能接受啊 他们告诉我一声 我就跟我能接受啊 但是他们就没有得到回应了 就去了 因为现在没有人 没有任何人聊这件事 所有人都是情绪的表达 对 他俩可能也是 因为气你那个事 然后特意不告诉你 对 也但是也没说 因为什么气你 你也是 就直接拉黑 嗯 所以现在就是不知道 怎么抛出这个小橄榄枝 你就 把他俩加回来呗 加回来 完了 就是在 在你们群里说 要不要聊一聊 如果他俩说不聊了 那就 你也做努力了呀 咱也没有说 我直接放弃了 因为现在是 所有人都要比 我比你更狠心 啊 就是我们现在 听好一个故事 但是其实他们俩加了我 加了 那你不同意人家没有呀 他回了一个 他加我的那个验证 打了一个问号 妹妹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目标是 晚回这段友谊 还是说咱们就是一起 骂他俩出出气 晚回吧 晚回对吧 晚回那咱就先 别管他们做啥了 咱能做的就是 把他俩加回来 然后跟他们详细聊一聊 到底为什么这样 然后再决定 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继续 做朋友或怎么样 既然我们的目标是晚回 就先无视掉 他们这个问号吧 好的 我是这么觉得 因为就是 因为人在做决定 和做行为方式的时候 很容易被情绪干扰 就是我能理解你 其实我 比如说我现在很想挽回 但我看到他俩那个态度 我又很生气 对不对 朋友之间 这个这种难免的 我非常理解你 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我有三个 就是我们三个官业很好 然后一出门 他俩 因为他俩 他俩就往前走 就没等我 我都生气 老难受了 当时心里也 好好工作 行吧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谢谢 拜拜